你好,我是昆林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大小合作之乱 不过在今天咱们这个书开始之前呢,我得跟您交代几句 今天的书啊,咱们涉及到这个前线与朝廷来往的公文比较多 所以说这有一点呢,我在这儿啊,就得给您交代在前头 咱们说书呢,就得保证这个时间的顺序 但是啊,今天这段书啊,可能听了就会有点乱 有可能在某一时间点上啊,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城已然对某人某事啊 做出了决断,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圣旨里某人已经被革职查办了 可是在前线啊,他仍然从事这个军事活动 那这是为什么呢,您原谅就得原谅啊 这新疆离这个北京的路途啊,实在是太遥远了 这圣旨啊,他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所以说那这前线的人呢 他也不知道自己被革职了,所以呢,就依然办差 那么说这新疆现在有多远呢,那大伙都知道 从北京啊,飞这个乌鲁木齐大概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吧 那那会儿有多远呢,那会儿有多远就不好说了 咱们要说的呀,这个距离肯定是没变 但是呢,交通工具不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一位好朋友的老父亲在新疆从荣 还在海提支持的我这位朋友啊,就随母亲呢,随了军了 据他跟我说,那会儿啊,如果想到老爷子的部队上啊 那拿了去了,咣当咣当的呀 这火车坐到乌鲁木齐啊,就得一个礼拜 然后呢,在乌鲁木齐啊,住进这个部队的招待所 等啊,有这个去前哨的车,然后啊,咣当咣当的 还得坐两天的货车才能到 这呀,还得说是天好的时候 要是一闹天赶上个雨雪呀 这货车到哨所走多长时间,那就说不准了 我跟您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您说呀,这新疆之大,路途之远 所以说呀,这个政令所不能及 京城到前线的这些书信战报往来呀 且到不了呢 对嘞,咱们把这些事交得清楚以后啊 就要书归正传了 善文书咱们说的啊,这小河卓祸及战呢 躲到了库车城以后,就再也不出来了 那这清军在库车城下呢,也不能就傻围着呀 雅尔哈善呢,倒是组织了几次攻城 怎奈这库车城啊,城为高大,那是九宫不下呀 于是这汉军都徒马德胜啊,就给大帅雅尔哈善献上了决子兵之计 可是因为操之过急,这工兵夜间施工啊 发出的灯火链啊,就被城上发现了 好不容易,这地道快挖通了 结果呀,这城上守军呢,往这地道里引了水了 好可怜,挖地道的工程兵全被溺死在了这个地道当中 当然了,我前面给您讲的这些情节完全出自于青石稿 好,我知道啊,它有不一样的这个史料记载 那么出处在哪呢,出处啊,就在于这个平定准二方略以及圣武纪 在这两部书里记载啊,这个挖地道的厥子兵啊 是被这个城内守军用烟熏熏死到 可是这个青石稿啊,列砖一百一里也写得很清楚 说这个挖地道的八旗兵啊,是被这个水溺死的 这两种说法啊,您信哪种并不重要 您只要记住了,哎,这个决地道的这个方法没有成功 你就完了 城外的雅尔哈善,这会儿啊,围城多日,久攻不下 其实啊,已经失去了攻下库车城的信心 他在等什么呀,他就等着呀 把这城里人呢,围了一个水断粮绝 然后公开空城捡个县城的 在这儿啊,我倒是可以提前给您吐露一下 这雅尔哈善,围城围的严实吗 哎,一点也不严实 根本就不耽误啊,城内人的出入 关于这一点呢,一会儿啊,我还会给您细说 那么说这成功不下来就是围城 围城啊,这大帅啊,就给自己找了点娱乐项目啊 打了时间,哎,那无非也就是和这个幕僚啊,下下棋 然后呢,炒俩菜喝点,就在这个大军围城的时候 6月23日的傍晚,这会儿啊,这大帅呀 已然喝的差不多了,他再是这个和营的最高长官呢 哎,这部队里吃饭呢,也得从简 无非就是大盆肉,大碗酒 再有几样小菜呢,都是这个小校出了营外啊 给大帅打来的野味 哎,在这戈壁滩上啊,这伙食也就这样了 这九过三巡之后啊,这大帅雅尔哈善呢,可就已然危罪了 就在这会儿啊,突然从帐外就闯进来一个索伦兵 这雅尔哈善醉眼迷离,坐在帅案后边啊 一看这个索伦兵啊,认识 这是营中啊,一名专门管这个麻痹骆驼的索伦兵小头目 年纪不小了,已然四五十岁了 这个年纪啊,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将官 被招进营中啊,那一定是经验丰富之人 这名索伦兵慌慌张张跑进大帐之后啊 已然顾不得给这个大帅请安打签了 就结结巴巴的说啊,大帅城内有动向 城内之人要逃跑 这雅尔哈善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先是一愣,然后就问这个索伦兵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名索伦兵说呀,回大帅 我呀,在这个城墙外放马 突然就听到城墙那个骆驼丝鸣之声 这史书所载的老兵的原话啊 是其驼名高且见,贼将顿仪 这雅尔哈善说废话 那城里边是什么人呢 这城里顿藏的呀,是蝉灰 这蝉灰饲养骆驼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你在城外放马 你听见城里边有几声骆驼的叫唤 这不也很正常吗 你怎么能就断定城内的人要逃跑呢 这索伦兵急忙又说 大帅您怎么没听明白呢 这城内驼声啊,是高且见 这种名叫之声啊 只有往骆驼背上负重之后 这骆驼才会发出这种叫声 这种声音呢 和平时的骆驼丝鸣是不一样的 雅尔哈善一听啊,他乐了 他说呀,你呀,不过就是一个老兵 仗着比别人经验多点啊 到本帅我这儿你就威烟耸惊 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耽我喝酒 这孝庭杂禄啊,就用几个字 把这雅尔哈善描写的呀 很生动 将军十饮酒 孝曰 建足 耳和之 着酒如故 就是说这雅尔哈善呢 把这个老兵骂走之后啊 接着喝 要不然那老话就说了 这人啊,要是把自个脑袋玩丢了啊 那纯冤自己怨慕的别人 那么说城内马斯陀明子 这城内的小河卓货站 他是不是要跑呢 这老兵啊 还就真猜对了 还真就是镇马的事 要说起来 这雅尔哈善 他简直是枉为一军之主 这点普通的军力常识啊 他竟然不知道 就在这天六月二十三日的紫夜时分呢 这货货站就乘着夜色 率领四百多名亲随冲出了库车城门 他们的计划呀 是逃向沙眼 在这儿啊 我还得跟您交代一句 直到现在为止啊 这城外的雅尔哈善 仍然不知道这小河卓货站呢 就在库车城当中 这小河卓货站率领人马呀 杀出了西门 要说这西门外 他有没有清军把守呢 当然有了 在这儿把守的可是位老熟人 就是那位啊 八旗兵副都统领队大臣顺德勒 就是这清军刚到库车城的时候 就派人到库车城下去送习文的那位将军 结果呀 使臣被人逮进了城中 这四百人冲过这个顺德勒的大营啊 正是夜内三经时分 那么说这顺德勒 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啊 这四百人的马队呀 从自己的大营当中踏营而过 我想的动静肯定是山摇地动 这顺德勒呀 被这个马蹄声和喊杀声惊醒 带他慌忙的穿上衣服啊 这顶盔灌甲之后 就有人来报了 说大人呢 有一只马队大概四百多旗呀 从城内杀出来 我看呢 是城内守军要逃跑 那顺德勒就问 他拦住了吗 没拦住跑了 从咱们大营穿出去呀 直接奔这个西边的卫干河去了 就在这个顺德勒呀 还发愣的时候 他手下的副将就提醒他了 说这将军咱们是不是得追呀 这会儿的顺德勒呀 不知道是慌了还是傻了 他竟然说呀 不行 这会儿咱们不能追 万一呀 中了敌人的埋伏 不就吃亏了吗 我看呢 前边就是卫干河 他们呀 是渡不过那条河的 也得等明天天亮之后 找船渡河 所以说呀 明天一早咱们再追也不晚 这不是瞎说呢吗 大营里边的恶队伯克 其实早就提醒他们了 这会儿的卫干河呀 正是枯水计 无论是驼是马呀 蹚着水就过去了 拢共也没多深 就这样天光大亮之后 这顺德勒才派了一百人前去追赶 那还追个大和尚啊 这货鸡战呢 早就跑得没有了影子 说句实话 这是整个清平大小河桌之战 我最不能理解的一段故事 要说呀 这位主将副都统领队大臣 并不是啊 这个世家子弟 也就是说呢 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 纸上谈兵的人 乾隆十九年 大清朝出兵准干尔 这位领队大臣顺德勒呀 还是营里边的一个小兵 因为作战骁勇啊 被乾隆皇帝从这个小兵 一下子就减拔成为了侍卫 看来呀 只要你敢干 舍身忘死的 在前线呢 为朝廷办差 那么在前线升职啊 还是很快的 因为呀 他机会多呀 就在第二年呢 这顺德勒就被提升为了 头栋侍卫 这种提升速度 要不是在军前呢 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要说在清征准干尔 这几年里呀 这顺德勒最露脸的 那得说呀 这顺德勒作为使臣呢 曾经被派到过哈斯克 在哈斯克呀 他就面见了当时的哈斯克汗 阿布赖 那他干嘛去了呢 他去交涉呀 让这个哈斯克汗 交出躲藏在这的 阿姆尔撒纳 可是咱们都知道啊 头几次交涉呀 都是无果的 作为一支使团呢 这顺德勒 身边应该是没带几个人 不过呀 就是这区区几十计 在回应的路上 就遇到了一支啊 阿姆尔撒纳手下的不忠 带头之人呢 也是曾经跟随阿姆尔撒纳 一同投青 后来又判了清的 一位宰丧 以少胜多呀 这顺德勒 竟然把这位宰丧给抓住了 并且收服了这支不忠 这乾隆皇帝认为 这个人呢 是自己使出来的 是可造之才 对这个顺德勒呀 是很欣赏 于是啊 又大家奖赏啊 破格的提拔 在短短的三四年当中啊 这顺德勒 就从一个小兵 被提升到了 副都统领队大臣 就这样他才被派到了 雅尔哈善的大营当中 乾隆皇帝命他协助雅尔哈善 一同讨伐大小合逐 这乾隆皇帝呀 还怕自己这员爱将辛苦过度 身体吃不消 于是啊 就让他呀 先在巴里昆休整一段时间 然后啊 再到库车城 与雅尔哈善会合也不迟 可是这位顺德勒呀 立功心切 一天也没休息 从巴里昆冒着酷暑直奔 图鲁番 与雅尔哈善会合之后啊 一同就杀伴了库车城 要说呀 这个人是不是大将之才呀 咱们不可预料 可是啊 这份勇敢劲 他显然是有的 要说他不置为这样啊 为敌埋伏 不敢趁夜出击 所以说呀 关于这个顺德勒的表现呢 我是一直猜不透 那么说人跑了 直到这个头赏我啊 这个消息才传到了大营 作为领军大帅的雅尔哈善呢 才算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么说他害怕吗 这会儿啊 他还真不害怕 因为他想啊 不就是跑了四百人吗 虽然这库车城啊 我是久攻不下 可是俨然的嘞 我这大军一到 我威慑力在这摆着呢 沙埃尔的何卓阿三 还有啊 赛里木的新头人 阿瓜斯伯凯 这些人呢 都愿意献成投降大清 广是这点的功劳啊 就能弥补我这些小过失 并且这库车城啊 我围着呢 迟早有一天呢 我围着他淡尽良爵之后 他必然开城投降 所以说这一开始啊 这雅尔哈善他不着急 他也不害怕 可是这心呢 在他肚子里没放几天 可就要往外蹦了 这会儿 这沙埃尔的阿三何卓 他到了 给这雅尔哈善呢 说了一个消息啊 险一险就把他吓死 在当场 那这阿三伯克 他说什么了 这阿三伯克 告诉雅尔哈善呢 前两天从您这西城 跑出去这四百人呢 里边领头的 就是小河卓 火急站 这雅尔哈善一听 他先是惊恶 后是不信 跟这阿三何卓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阿三何卓说呀 这小河卓 带来支援库车城的兵啊 全是从各个城 政绩来的 虽然这十有八九啊 都死在这库车城下了 可是他带出去 这四百人呢 仍然有几十人呢 是我们这个 沙埃尔的士兵 过了魏干河之后啊 小河卓 就把这些人马解散了 各回各城 他带着自己的一百精兵啊 也是他的亲随 奔这个阿克苏方向去了 也就在二十四日啊 这沙埃尔的士兵 就回到了沙埃尘城 这样 这阿三何卓 才知道了详情 这突击出来的四百人 带队的将领 就是小河卓货站 好家伙子来着 挺大的静地将军 雅尔哈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就觉得裤子里一热 哎 这邪阔了呀 可就湿了 怎么了 哎 吓尿了呀 这玩弧直手 放走了小河卓货站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他现在啊 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就是赶紧甩锅 这锅呀 能让谁背呀 就让谁背 绝对是不能让自个儿背 这第一个他想甩锅的人呢 就是顺德纳 他说呀 这位顺德纳呀 不仅是这个趁天黑 不敢去追这个货极寨 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后啊 仍然是磨磨蹭蹭 也不知道自己补救一下 这派兵你倒是多派呀 只派了区区一百兵 即便追上啊 我看也是打不过货极寨带的四百人 他奏折原文呢 是这样写的 顺德纳 输托贼众 伪务军令 罪无可患 可是要说甩锅呢 你广望这个顺德纳 一个人身上甩呀 恐怕也不行 因为这顺德纳呀 他再有过失 也无非就是放跑了 小河桌货极站 这个人呢 他本来平时就是作战勇敢 是一名合格的将官 就在这库车城的围城之际 这乾隆皇帝 还对这个顺德纳 多次嘉奖 那攻不下城来 你总不能也都是怨他吧 要说呀 这雅尔哈善呢 他还真行得出来 干脆呀 咱们再找一个 找谁呀 就是那个出主意挖地道的 绿营总兵啊 叫马德胜 在这乾隆年间 八旗兵战斗力虽然已经下降了 可是远比这绿营兵要强得多 这绿营兵啊 这由名可见 他的旗号啊 是一面绿旗子 这总人数啊 在友情一带 基本上就是八旗兵的六倍 这绿营兵的前身呢 就是明朝投降了八旗军的这些部队 这些人的口号啊 基本上就是当兵呢 就是为了吃粮 所以说呢 这军纪啊 也涣散啊 战斗力呢 也比较软弱 当然了 这雅尔哈善呢 他首先得把这个 挖地道攻城失败 这件事情大说特说 他说呀 他早就提醒了 挖地道的马德胜了 越是到城下呀 越得小心谨慎 可是呢 这马德胜啊 并没有听他的 最后呢 才导致了方案失败呀 损兵折将 他说这个马德胜啊 纯属是疏于职守 昏溃逆职 然后啊 在其他方面 还给这个马德胜啊 招备了三点 这三点啊 主要就是说 这个马德胜 治军不严 这第一条啊 就说这个马德胜啊 有一个手下 为了不上前线啊 竟然给自己作伤 等到商养好了以后啊 仍然是赖着不肯归队 这第二条呢 说这个绿营兵啊 时不时的就有盗窃 公款 以及马匹 潜逃的事情出现 这第三条啊 就更厉害了 说这个绿营兵啊 派一支部队 大概有2400名兵丁啊 去运输粮食 等到把粮食运到库车城下啊 一点数啊 竟然少了460名 这问马德胜啊 这些兵丁的去向 马德胜竟然说 我也不知道这些兵丁的去向 说实在的 这些条罪状啊 揍爆上去 已然是够恶毒了 足足蹦蹦的 仍让这位马德胜啊 掉脑袋了 可是呢 这个雅尔哈山呢 还先不够 他说呀 在7月下旬的时候啊 这卡伦上的兵丁 也就是啊 绍卡上的兵丁 发现呢 有几十个敌军出生侦查 结果呀 就把这个马德胜吓得脸色大变 到处跟人说啊 这敌军大军将至 在前面的绿营兵啊 战斗力不足 赶紧把这个索伦兵换上来 那结果呢 就是啊 这本来就不是敌军的大部队 所以这件事情啊 在军中传为笑谈 您瞧了没有 这后一条啊 说的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 这洋洋洒洒呀 雅尔哈善给乾隆皇帝的秘折呀 就写了千余言 写完之后啊 他自己啊 还重新润色了一遍 他觉得呀 这文笔还行 绝对能瞒得过乾隆皇帝 总之啊 这毛病全是别人的 这锅呢 甩的是干干净净 写完之后 装上信封 封上火器 装到秘匣里边啊 六百里秦吉 这道奏折呀 就传到了北京 咱们今天呢 不说这个乾隆皇帝 收到奏折之后 是如何生气 是如何下旨降罪的 咱们今天啊 利用咱们这段书 结尾这点时间呢 咱们聊聊这个 小河卓货站 所有人都认为 包括乾隆皇帝呀 也是这么想的 认为这个 小河卓货站呢 是夹着尾巴 从这个库车城啊 逃跑了 那么实际上呢 真不是这种情况 这小河卓货站 从这个库车城突围出来呀 他想的 可不是逃跑 他是再要集结军队 是再救库车 这一点呢 用正常人的心理 想来是解释不通 哎 可是您别忘了 这小河卓和这帮残回呀 他不正常 他有宗教的力量在内 人家讲究啊 是上仓定夺 主导一切 叫门中人啊 心里想的 有神力保佑着呢 只要啊 有神在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并且呢 和这个小河卓的出身有关系 这小河卓呀 其实呢 在这个宗教 以及战略政治上 没有什么见识 虽然呢 他现在是整个南疆啊 精神上的 以及政治上的领袖 可是呢 这学问他一般 他从小啊 就是准个二韩国的人质 该修的帝王权术啊 他是一样不懂 那就更别提啊 这战略上的谋略了 再加上 与生俱来的 这个宁静蛮静 又坚信呢 有这个神灵保佑 所以说 他这个胆量啊 那可不是一般人好理解的 当年起兵之时啊 这大河卓 波罗尼都就跟他说 我家三世为准夷所居 蒙天朝解归 得同所部 此恩何可妄也 这霍奇战呢 就说的哥哥 我方九困于准夷 尽属中国 则又为人奴 不如自掌一方 这乾隆皇帝呀 让这个大河卓 波罗尼都到北京去朝贡 这小河卓就急了 不让他哥哥去 他哥哥说呀 说咱们在这个准夷 韩国当了三倍的人质了 好不容易呀 这大清朝把咱们解救出来了 这种恩德呀 咱不能忘 所以说我得去北京朝贡 这小河卓说呀 你就傻把我的哥哥 到那就被扣住了 您刚才也说了 咱们三辈子都在准夷 韩国那作为人质 被扣那为奴 好家伙您这样才去了北京啊 一样也是被扣那为奴啊 就不让回来了 为的就是拿您来要挟我 让我们这些人呢 实实在在听他们的 他这想法对吗 对个屁呀 这就是既偏执啊 又无知 我还没听说过 拿哥哥当人质的呢 人家都是拿亲儿子当人质 您想这小河卓呀 他是不是真够愣 他竟然带领着部队去解救库车 是从沙漠里直接穿过去的 虽然不是直穿呢 他也走的都是沙漠路线 这种行军方式大为冒险 没几个人敢干 他就敢干 到了这个库车城下一分敖战 带着六千人也好 八千人也罢 总之啊 就让人家给打得剩了六百了 要是换了别人呢 那惹定就是磨头就跑 往哪跑啊 往回跑啊 要不然呢 就是跑了拉倒 要不然呢 就是回去呀 搬救兵去 您看他部队 他竟然的往库车城内跑 关于逃跑的事啊 他压根就没琢磨过 他是想啊 跑到城内 和城内的人会合 然后啊 没准就能把清军击败 该跑的呀 不是我们 而是清军 他就不算 咱的城里城外 夹到一块啊 也就一千多人 可是这会儿啊 城外的围困库车城的八七兵啊 可是有个欺败千 要击败城外围城的清军 他是这么想的呀 他可以敢这么干 他进城之后 没几天 就带人出来呀 攻打八七兵 那还是那句话呀 一千多人 对七百千人 这仗怎么打呀 结果呀 又是损兵折将 有人说呀 你说了这么多 你就能证明这小河卓 冲出库车重围 就不是为逃跑 而是为搬兵吗 哎 这事儿啊 说不准 因为这个史料不及被载 但是啊 我可以给您分析分析 您看呢 这个小河卓呀 带着四百人突出了重围 这里边啊 可没有他的心腹 这守库车城的伯克 阿布都克勒木 并且这小河卓 还把自己一百五十人心腹 也留在了库车城 这一百五十名缠回呀 那可是从这个准干尔 韩国时期就跟随小河卓的 那可谓啊 是共患难之人 要说起来这些人呢 那完全是可以和小河卓 一同突围的 哎 就说是逃跑吧 带回到叶尔枪去呀 那也是一股有声力量 把他们留在这库车城当中啊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他们呀 继续坚持几天 这小河卓回去继续摇人去了 只要这库车城一天不破 他就还要回军援助库车 您看 这就是小河卓 霍基站的想法 这心中有神的人呢 和这个普通人的想法 就是这么的不一样 更何况这霍基站 还是一方的宗教领袖 得嘞 今儿的书啊 咱们说的差不离了 到了明天啊 书目就更加精彩 咱们争取呀 让这个推卸责任的军中老炮 雅尔哈善就在明天的人头 落地